年轻人有10万存款的有多少 30岁10万存款什么水平 上海街头采访听听年轻人咋说 最后的小伙子真是人间清醒 那您的存款方面 100多万吧 我自己有期限 30岁10万存款不太行吧 您觉得应该有多少存款呢 100万 为什么是这个 人要有目标 您今年多少岁数 我20岁 20岁 你有多少存款 我没有存款 那为什么要求30岁的人有100万 因为我希望我30岁有100万 过得开心就好了 不一定要多少钱 对不一定要 过得开心就好了 那能问一下您现在岁数多大 我现在27 您的存款有超过10万 没有 不过开心就行了 就是你需要什么时候够花就可以了 我怎么想 30岁有10万的存款是什么水平 我是台湾人 可是当换算台币40万其实还行 30岁有40万 对台币40万 我23岁 23岁 您的存款有这个10万吗 人民币 目前我是学生的 没有工作肯定没有的 您觉得像30岁的话 大概应该有多少存款 看做什么职业吧 收入好一点 一般来说 10万人民币是一定有的 假设你有储蓄的概念的话 不要乱花钱 原则上是都有的 要开远节流 我感觉不够吧 在当下这个社会来说 肯定是不够的 因为30岁到了那个 儿立之年了嘛 就是该结婚 该生子了吧 那您觉得30岁应该有多少存款 看自己想过水面的生活了 正常的话 300 300应该它是比较正常的吧 如果说对于小康生活来说的话 问一下您今年多少 24 您存款上10万了吗 那不止 我是做金龙的金龙行业 哦 那肯定赚的多了 怎么说呢 可能几年前会比较好吧 现在因为毕竟每个行业都 比较卷嘛 所以每个行业都不是那么好做 像您的话一年最多赚多少钱 有过100 100以上吧 年终100万 只是一年两年了 没有说稳定的 那你24岁 那你什么时候出来 才想工作呢 16-17岁吧 因为我们是农村出来的会比较少 上学上的比较少一点 10万存款 不可以的 我觉得22 22 你存款有超过10万吗 没有 刚出大学校门是吧 哦 对 刚毕业 您觉得那个 你30岁的时候能存多少 我30岁 10万块 在上海的话 我觉得10万块 是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上海 上海金钱上海花 30岁 有这个10万存款 你觉得是什么水 我觉得这个金钱 这个东西很难衡量 你是成功还是10万 不是说应该有多少 就是因为每个人他的发展 他的轨迹 或者他的运气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就是很难说应该有 要有多少 就可能有的人说 50万 100万 200万之类 但是我要问一下 为什么说 一定要有这个人 问一下您今年多大 税数吗 我今年34 34 对对对 您的存款 10万上了 应该 我10万上 我10万上 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 他们就是 也是比较艺术类的那种 他们的话 可能存款也没有那么多 但是他们的生活 就是说 他们自己就觉得很安逸啊 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 什么样的人生是比较成功的 是你自己觉得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觉得你做的有意义的是什么 你觉得是值得的 那就是值得的 并不是说 我就是赚了多少钱 我觉得我是成功的 或怎么样 就是这个定义 就是非常的不好 我一直都要紧的 我一直在说 这就是这个人 我一直在说 这个人生是比较大 就是这个人生的